许许多多人在一生当中 在这个经论里去钻的时候 没钻出来 还是忽略掉了 可见这个确确实实不容易 真正认识清楚了 搞明白了 一心一意尊修 那么修学一定要遵守经典里面的理论 理论是我们深信不疑的基础 我们对得先 一丝好坏语都没有 理明白了 方法要非常重要 从哪里做起呢 无量寿经典告诉我 发唬无提心 一向转令 这句话 我相信大家都念得很熟 意思懂不懂呢? 胡伦腾草 说不懂吧 又想懂 说懂吧 确实不懂 什么叫发菩提心 什么叫一向转令 护体是反语 翻成中国的意思 觉悟啊 不迷惑 真正觉悟了啊 我们有没有觉悟吗 觉悟的人跟不觉悟的人 思想严行不一样 迷惑的人随着自己的感情 随着自己的迷情 过日子 所以造作许许多罗的罪业 自己不知道 觉悟的人对于一切人事 无相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他的生活如理如法 生活当中的快乐 的幸福 迷惑的差别很大很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